这段时间是蟹爪兰长花苞长花芽的阶段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蟹爪兰的三怕 首先第一怕就是怕它不断的长一些新叶片出来 所以说我们发现自己的蟹爪兰不断长一些新叶片出来的话 一定要及时把它掰掉 不要给它长太多的新叶片 因为新叶片长得越多 消耗的营养越多 开花就会越少 那么第二怕就是怕水 因为蟹爪兰比较容易积水烂根 所以这段时间浇水一定要把控好 不要给它过度的浇水 一定要偏肝管理 那么另外这个时候它长花芽需要养分比较多 所以每次浇水我们都要以肥带水 用这个蒸根状化营养液 每次兑水一比一千比例给它浇灌根部 这样的话才可以给它补充充足的开花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不然的话本身就浇水少 吸收养分的能力就会变弱 如果这个时候不多给它补充一点肥 那么也是会影响到它的开花量的 那么第三怕就是没有温差 有些花芽可能把它放到室内来养护 晚上没有足够的低温 同时放到室内晚上又有太多的光照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花芽分化 所以我们尽可能在晚上把它放到室外 只要不低于5度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到室外来养护 让它动一动 不要给它在晚上照太多的光线 这样的话就容易让它开花了 好了 我们下期见